翻开讲义的234页关于违约责任的形式 如果有一番违约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承担违约责任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求继续履行 比如说贾和乙之间签订合同 对吧 那现在乙呢 他不履行了 那这个时候贾当然可以要求乙继续履行 那对于继续履行呢 在这里的话分为两种情形的继续履行 第一种叫金钱之债 诸位 你们认为金钱之债有没有履行不能的问题 你欠银行一千万 现在银行要求你还钱 你说我没钱了 对吧 我没钱了还能不能要求继续履行 可以 你现在没钱 现在还不了 什么时候有钱 什么时候还 将来有钱 将来还 对吧 还到什么时候 还到死为止 对吧 除非你活在另外一个地方 在深圳 对吧 深圳有一个个人破产条例 那有个人破产条例的话 如果你个人破产了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钱就不是要还了 OK 就过了一段时间 也不是要还了 对吧 但是呢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OK 因为就是个人破产条例呢 我们准备要搞个人破产 在深圳做一个试点 说实话啊 个人破产的话 对我们法律而言很简单 但是对于财务而言 就不是那么简单 这跟整个国家的财务制度 是有关的 有多少人 就是因为 比如说 在中国 香港 对吧 申请个人破产 然后呢 过了几年 比如说六年之后呢 不需要还钱了 那就是重新干嘛 无债 一身轻了 接下来呢 把自己之前转到国外那些钱 干嘛 又搞回来 所以你会发现 个人破产这个制度 现在正在进行论证 反正呢 将来你签了几十个亿的时候呢 最好 就干嘛 早点把钱 把自己的户口钱 传去哪里 深圳 OK 我们看一下234页 金钱之债 那金钱之债的话 没有旅行不能的问题 这比较简单 我们来再看一下 非金钱之债 那如果是非金钱之债的话 当然可以要求继续旅行 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但是要注意一下 请听 先看第一句话 当时一方不旅行 非金钱之债 或者是旅行 非金钱之债 不符合一令 对方可以紧急继续旅行 没有任何问题 那再看第二句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就不能要求继续旅行了 这是重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能要求继续旅行 第一个说 法律上不能 或者是事实上不能 什么叫法律上不能 比如说这个账务人破产了 那破产了 就不能再要求继续旅行了 对吧 他没钱了 他已经简单来说 就是这个企业死完了 OK 那账务人破产 或者是事实上不能 那就是标的物已经毁损灭市 这里针对的是特定物 比如说贾合一买卖的是 徐悲鸿的八郡图 那这个八郡图 现在如果已经毁损灭市了 还能够要求继续旅行吗 不能 但是可以要求赔偿 损失 好 这是关于第一个 法律上不能 或者是事实上不能 第二 账务的标的 不适于强制旅行 比如说 授课合同 劳务合同 这些对吧 都不适于强制旅行 那么或者是旅行费用过高 什么叫旅行费用过高呢 就是为完成合同 对吧 为完成这个合同 必须要装门进口一个设备 来给你干的事 这个时候呢 所花的代价 远远超过合同的收益了 那这个时候呢 就不能要求继续旅行 那么接下来再听看 第三 再权人在合理的期限 没有请求旅行的 什么叫合理的期限 没有请求旅行的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诸位 你们认为交付励支这种债 比如说 我跟你之前签订一个货买卖合同 就买卖一吨励支 那交付励支的话 在哪里交付 在什么时候交付啊 一般来说 励支的季节是啊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这3个月份 对吧 一般情况下是这几个月 那你一直没有要求我旅行的 一直没有要求我交货 等到了12月 冰天雪地的时候 你要求我交励支 有没有励支交给你啊 没有 对吧 所以就是这里的 再权人在合理的期限内 没有请求旅行 那这个时候也不能再继续旅行 好了 就这三种情形 不能请求继续旅行 对吧 那么接下来有一个考点 就是注意啊 这个考点是民法典 新增的一个法条 我们给大家强调过 违约 请注意啊 这注意一下 违约番有没有解读成呢 一般情况下 谁有解读权 告诉我 守约番 对吧 守约番才有解读权 违约番是没有解读权的 但是特殊情况下 我们民法典说 守 违约番也有解读权 什么情况下 违约番也有解读权呢 这太特殊了啊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民法典的法条 它是这么说的啊 第一 有前述规定的除外情形之一 就是有刚才所说的三种不能请求继续履行的情形之一存在 这是第一个要件 那第二个要件就是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一定要达到根本违约 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第三个要件就是法院或者是仲裁机构 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 这个时候呢 你把合同给解除了 这个时候呢 谁来解除 你不能单方解除 你必须要申请什么 法院或者仲裁机关 要法院或仲裁机关来解除 但是即使你违约番申请解除了 合同解除了 你违约番仍然要承担什么责任 违约责任 好 这是关于违约番的解读权 那对于违约番的解读权的话 太特殊了 就出现合同僵局的情况下 怎么来处理的问题 所以我给大家讲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发生在南京 这个案例当年呢 民法典还没有制定 当年的法官也觉得很郁闷 居然接到了一个案子 违约番要求解除合同的案子 好 我们把这个案子简单给你们说一下 就当年呢 在南京呢 有一个开发商 开发商在南京的中商路呢 就是搞了一个 就是那个商场啊 搞了一个商场 搞了商场之后呢 就准备把商场楼下一些商铺 把它给卖掉 把它给卖掉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开发商就进行宣传 我们都知道 在十几二十年前的话 我们就被洗脑了一句话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对吧 很多话我告诉你 你们别以为就是约定俗成的 不是 就是某个利益主体在洗脑的 OK 这句话叫做 买商铺 对吧 叫一铺养三代 听过这个话吗 就某个人宣传 对吧 开发商宣传说 你好好买商铺吧 买商铺可以养你三代人 对吧 叫一铺养三代 所以那个年代的很多人呢 就比较喜欢去买商铺 比较喜欢去买商铺 OK 当然现在你还买商铺吗 现在如果你买商铺的话 就是三代养一铺了 OK 基本上租不出去 好了 那个年代很多人 还是比较喜欢买商铺的 OK 那我个人感觉就跟开发商的宣传是有关的 对吧 就他们在忽悠人们 来了 诸位请听 现在是这样子的 这个时候呢 这个开发商呢 OK 请听把这些商铺就卖给消费者 大概有差不多10个左右吧 对吧 签订买卖合同 哎 签订买卖合同 合同成立有效 但是还没有登记 没有登记的话 请问一下买售人取得商铺的所有权没有 没有 那没有取得所有权 因为这是毕竟是一个整体的商铺 对吧 整体的商场 所以呢 开发商呢 就先把这个整体的商场交给A公司来运作 但是没有运作起来 没有运作起来 人力非常少 然后再交给B公司的运作 也没有运作起来 人力也特别少 对吧 那开发商一看 没办法了 自己拿回来自己做 拿回来自己做的话 进行整体规划 重新规划 那重新规划的话 就要把这个整个计划给打乱 那打乱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开发商呢 就找到了那10个买商铺的人 因为还没登记 合同旅行完毕没有 没有 所以找到那个买售人就说了 要不这样子呗 反正这个商铺没有做起来 OK 我们把合同给解除 协商把合同给解除 对吧 多少违约金我赔给你 那那一些9个人 他们就感觉 不错 反正现在商铺没有做起来 整个商场没有做起来 没有人流 没有人流的话 我的商铺也租不出去 对吧 因此他们就同意了 协商把合同给解除 告诉我 可不可以 可以 协议解除 对吧 没有任何问题 那轮到了其中一个人 叫黄女士 那黄女士就说了 我不要你的违约金 我就要商铺 就我不要你的违约金 我就要商铺 对吧 你觉得有没有这种人 那当然有啊 对吧 就是被你开发商洗脑的 对吧 那洗脑了 现在就开始整理开发商了 对吧 那黄女士说 我就不要你的违约金 对吧 我不要你的违约金 反正我就要商铺 我们合同已经签了 你一定要把这个 所有权转移给我 对吧 登记到我的名项 那开发商说不行了 我们现在要做整体规划 你这一个人在这里 挡着我们做不了 对吧 你说嘛 你开个家嘛 多少钱违约金 你说嘛 我给你钱啊 把合同给解除嘛 对吧 这个时候呢 黄女士说 我就不要 我就不要钱 对吧 那你告诉我诸位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开发商说 你不要的话 我就把合同给解除 黄女士还说了一句话说 你是违约方 你没有解除权 对不对 在这个案子当中 就是开发商违约了 黄女士没有违约啊 对吧 那开发商特别郁闷 一指诉状 就把这个黄女士给告了 对吧 那法院一看 确实居然违约方 起诉解除合同 那这什么玩意儿嘛 对吧 那你告诉我诸位 这个时候 在以前我们没有法律规定 那现在按照我们 民法典的规定的话 看能不能把合同给解除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有没有钱数三种 不能继续旅行的情形 存在 有没有 有 就是属于第二点的 旅行费用过高 也就是说 如果我整个开发商 对吧 就是让你这个商铺 绕开我的整个规划 打乱我整个规划的话 那这个时候旅行费用过高 那这个时候不能要求继续旅行 明白没有 好 那这个时候导致合同 目的不能实现 那导致合同 目的不能实现的话 这个时候开发商 作为违约方 他能不能单方解除 不能 他如果想要解除的话 只能向法院 起诉 或者是向仲裁机关申请 仲裁 让法院或仲裁机关 来解除合同 那如果法院把合同给解除了 你告诉我 开发商要不要承担违约责任 要 即时解除了 你开发商申请解除了 对吧 你解除了 也要承担违约责任 好 这是关于我们的违约方 解除权比较特殊的一个案件 给大家理解一下 那么就解决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最后那点 继续履行跟其他责任的关系 诸位 如果甲和乙之间签订合同 你要求甲继续履行合同 然后呢 再要求他赔偿损失 要求他支付违约金 或者是支付定金 告诉我 可不可以 可以 没问题 他有违约性 但是如果你要求他继续履行合同 然后呢 又解除合同 你告诉我继续履行跟解除合同 能不能拟用 不能 他们两个是方向相反的 对吧 当然不能拟用 OK 好 这是关于第一个考点继续履行 我们就解决 那第二个考点就是赔偿损失 好了 那赔偿损失是怎么回事呢 比如说你要求他继续履行 还不足以弥补你造成的损失的 你当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或者这个标定物是特定物的 你没有办法要求继续履行的 对吧 这个时候也只能要求赔偿损失 那赔偿损失是多少呢 这是难点 我告诉大家 从我们考试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也是一个难点 从实践当中的话 也是一个难点 将来你们做律师了 对吧 甲和乙之间签订合同 已违约了 甲要求已成的违约责任 赔偿损失 那赔偿损失赔多少呢 我们学法律人就口哗哗说 那就赔偿损失不就行了吗 我告诉大家 赔偿损失的计算太难了 你说赔多少对吧 赔的是什么损失呢 如何进行计算 这个计算特别难 好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来算 完全赔偿的原则 损失多少赔多少 为什么要完全赔偿呢 因为我们明示责任 主要功能在于填补还是惩罚 填补对吧 所以你损失多少 我就赔你多少 OK 赔偿的是两个损失 第一个叫实际损失 第二个叫可得利益损失 实际损失就是 在这个合同旅行过程中 对吧 你给我造成的损失 比如说这些 为准备旅行合同支出的费用 OK 标的物蔑视等等这些费用 实际损失多少 那就赔多少吧 对吧 那当然还有第二个损失 叫做可得利益损失 可得利益的损失就是说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卖给我 然后呢 你没有违约 你把东西交给我了 我一转手能够卖掉 然后卖掉我能够中间赚个10万块钱 那中间赚着10万块钱 这叫可得利益损失 赔不赔 赔 所以在这里的话 你就会发现赔偿损失 包括两个利益的损失 第一个是实际损失 第二个是可得利益损失 那么对于可得利益损失的计算规则的话 你可以不用去管它 你就知道是可得利益损失就行了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们就有感觉了 看这 看这 比如说 甲呢 他现在已购买一批货 比如说一批茶叶 已明知道甲呢 是一个中间商 甲把这批货买过来 要卖给第三人饼的 OK 甲现在已买货 就是为了卖给第三人饼 对吧 甲现在已买货 假设是100万 再卖给第三人饼的话 那是110万 中间赚多少 10万块钱 好 那现在已违约了 没有把货交给甲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甲就可以要求 已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 那赔偿损失的话 第一个在旅行合同过程中 所造成的实际损失 赔不赔 赔 那第二个就是可得利益损失 可得利益损失 就是说 如果你一把货交给甲 甲呢 把它卖给饼 对吧 中间能赚个10万块钱 那这10万块钱 这叫什么 可得利益的损失 可得利益的损失 赔还是不赔 赔 所以就赔这两个损失 明白 来来来 告诉我诸位 缔约过失责任赔偿的是什么损失 缔约过失责任所赔偿的是信赖利的损失 我相信你会跟我签约 然后呢 你没有跟我签约了 因为我相信你会跟我签约 然后呢 我所付出的一些缔约的费用 比如说飞机票 住宿费 等等 这些费用你要赔给我 这叫信赖利的损失 理解没有 所以信赖利的损失 跟可得利的损失 它是不一样的 你要搞清楚 这是关于我们的完全赔偿原则 对吧 那可得利损失的确定问题 这是我们司法解释的一个新规则 还没有最终确定 你就可以不用去看它 你就知道可得利损失就行 翻过来 那对于赔偿损失的话 要受到以下这四大规则的限制 236页 就是赔偿损失 赔偿的是实际损失 加上可得利损失 然后呢 要受到 这是第一个规则 可预见规则的限制 第二个规则 减损规则的限制 第三个是双方违约和 予有过失规则的限制 第四个是损益先抵规则的限制 好 我们一个个来给大家进行介绍 先看第一个可预见规则 我来举个例子 你来判断一下 看赔还是不赔 看这里 比如说我明天 在北京要签一个合同 我明天在北京 必须把这个合同给签下来 而且对方也说 肯定会跟你签 肯定会跟我签 对吧 如果我签了这个合同的话 那我明年可以赚个一千万 好了 这个时候请听了 我今天晚上就买飞机票 要去到北京签合同 那我今天晚上买飞机票 我跟假设我买的是 南韩的飞机票 因此我跟南韩签订一个合同 这叫什么合同告诉我 这叫运输合同 是客运还是货运 那当然是客运 对OK 那是客运合同 好了 现在我要解决的是 我跟南韩之间的关系 我跟南韩之间的关系 来了 那我呢 就买了一张南韩的飞机票 对吧 今天晚上八点钟的航班 去到北京 明天早上 我就可以签约 那问题就来了 八点钟南韩呢 就是延误 一直延误延误到九点 九点再延误到十点 十点再延误到十一点 他居然把它给什么 取消了 那南韩现在把这个合同 把这个 这个航班给取消了 所以告诉我 谁违约 南韩违约 那南韩违约的话 要不要赔偿 当然要赔偿啊 对吧 那赔偿的话 赔偿的是两个损失 第一个叫实际损失 第二个叫可得利益损失 对吧 我们先看实际损失 实际损失的话 请听了 诸位 首先啊 请听 实际损失是这样子的 因为他不飞了 没办法 当天晚上 我只能在白云机场 就在这里附近找个酒店 我找个酒店住五十五百块钱一个晚上 那你告诉我 诸位 这五百块钱一个晚上 这个实际损失 赔 还是不赔 赔呀 就那么简单啊 对吧 第二个请听了 我跟南韩说 不好意思 因为你的原因 你十一点钟才取消 导致我没有其他航班去到北京 我第二天赶不去北京 我赶不去签的这个合同 因此导致我的可得利益损失 我明年赚不了这一千万 我要求南韩赔我一千万 告诉我赔不赔 我说我本来可以赚这一千万 现在我赚不了这一千万了 对吧 因此要求南韩赔 这个可得利益损失 一千万 你告诉我赔 还是不赔 这个时候不赔 为什么 因为它不符合可预见规则 我们看一下可预见规则 可预见规则 首先第一点 预见的主体是招务人 南韩就是招务人 OK 那么预见的时间是合同成立的时候 我跟南韩签订合同 就是我买票的时候 南韩来预见 OK 预见的范围具有合理性 你告诉我 主位 你站在南韩的角度 你站在南韩的角度 你跟我签订客运合同的时候 就在成立的那一刻 你能不能预见得到 如果它这个航班部飞了 然后造成我的损失一千万 它能预见得到吗 预见不了 明白没有 如果这些也需要赔的话 你想过没有 南韩从此之后说 我不再做有钱人生意了 因为有钱人很有可能 签的合同都是什么 将来都要签个几百亿几千亿的 那南韩要赔个几百亿几千亿 它不完蛋了吗 明白为什么 所以这种损失 它是预见不了的 虽然也可以说 叫做可得利损失 但是它没办法预见 预见不了的话 那当然就不赔 明白为什么 但是我刚才举那个案例说 以明知道假是中间商 如果以把货交给假 假一转手就赚个十万块钱 那么因为你明知道 假是中间商 人家就是为了转卖来赚钱的 所以这十万块钱 你能预见得了吗 可以可以的话告诉我赔还是不赔 懂了没有 所以在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 赔偿损失要受到第一个规则 可预见规则的限制 好这是第一个规则 那第二个规则减损规则 什么叫减损规则呢 你看一下第一句话 当神一方违约之后 对方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 来防止损失扩大 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 致使损失扩大 不得就扩大的损失 请入赔偿 当神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有违约方的负担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看这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现在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 请听啊 如果我跟云南的茶叶商签订一个买卖合同 OK好 那这个时候 这批茶叶一百万 云南的茶叶商要交给我一百万的茶叶 对吧 要交给我茶叶 我给他一百万的价款 好来了 诸位 时间已经到了 时间已经到 在到之前呢 这个时候云南的茶叶商就打电话跟我说 他说 硕哥 真的不好意思 我们公司出事了 我们公司已经没有那么多茶叶交给你 实在交不了了 一分钱茶叶都交不了 所有的茶叶都交不了 我们公司的茶叶仓库全着火了 他说他要违约了 他没办法 他只能 什么东西都交不了我了 但是他已经告诉我了 对吧 他已经告诉我 他是违约了 他说硕哥 我违约了 对吧 多少违约金我给你 对吧 但是呢 现在我已经交不了货了 我说你必须给我交货 那这是种类物买卖 对吧 我就跟他讲法律了 对吧 种类物买卖 你可以在市场上再把那个茶叶买回来 再交给我 对吧 你必须要交给我 对吧 他说实在没办法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 OK 钱也没有了 这所有的资产都已经没有了 已经没有办法交货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他已经提前告诉我 提前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我根据诚信原则 我就应该干一件事 我应该在这个时候呢 再去其他地方再买这批茶叶 明白没有 我再去其他地方买这批茶叶的话 还是100万 但是呢 我就没干 我就没干 我就等他 你必须把货交给我 对吧 过了半年 我说你这么还不把这个茶叶交给我 他说没办法 我交不了茶叶 对吧 那这个时候没办法 半年之后 我再去买这批茶叶 发现涨价了 涨到了120万 我多付出来了20万 你告诉我诸位 我能够要求他赔这20万吗 不能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告诉我 他违约了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应该采取措施来防止损失的扩大 那我没有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 导致八年之后我才去采购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涨价了多出来这20万 人家是不需要赔的 明白什么 所以这个叫减损规则 懂了没有 好 这是基于诚信原则产生的 好 这是第二点 那么第三 第三叫双方违约和予有过失 那么先看双方违约 假黑以双方签订合同 如果假违约了 也违约了 那双方的违约 那就双方各自承担责任 有问题吗 没问题 对吧 那接下来就是予有过失 予有过失是什么意思呢 都叫 哎 这叫过错相抵 还 我举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看这啊 请听 如果假和予之间 啊 有一个参储合同关系 就假呢 就把一批普洱茶交给予来保管 啊 签订一个参储合同 那么也在保管的时候 因为保管不上 这批茶也回水灭事了 没了 那你告诉我 诸位在这种情况下 予要不要承担责任 要啊 你保管不上 你当然要承担责任了 对吧 所以予需要承担责任 但是呢 予呢 有证据证明说 你假也有过错 这批茶也必须采取特殊的包装措施的 而你出卖 你这个假啊 没有采取特殊的包装措施 对吧 因此你也有过错 因此予就主张 可以什么 过错相抵 减少损失赔偿的额度 告诉我 可不可以啊 可以 好 所以你看一下这句话啊 就是啊 予有过失 就是双方违约和予有过失 这点的第二点 当然神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 那么对方对损失的发生 也有过错的 就可以减少相应的损失赔偿额 这叫予有过失 在侵权责任边 那叫过错相抵 就是双方都有 过错 那么第四 损益相抵 损益相抵是怎么回事呢 因对方违约而获得利益的 那违约方有权主张 从损失赔偿而中扣出该部分的利益 好了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什么叫损益相抵 看这啊 请听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现在是这样子的 甲呢 就把房子卖给予签订一个买卖合同 签订一个买卖合同 那么这个时候呢 请听 甲已经把房子交给义 已经把房子交给义来使用了 义呢 现在正在进行装修 他拿到房子 他就装修了 可能为了结婚 或者是什么原因 他就装修了 对吧 但是甲还没有把房子 登记购户到义的名下 那没有登记购户到义的名下 请问一下义取得房屋的时候 没有 没有 对吧 后来房价涨了 涨了就甲又干了一件事 甲把房子卖给饼签订买卖合同 登记购户到饼的名下 那丙就取得房屋的什么权 所有权 那丙取得房屋的所有权的话 你告诉我诸位 如果你是买收人义 你怎么办 你是买收人义 现在你怎么办 OK 根据你所学到的知识 现在告诉我 你作为一个买收人义 你还能够要求甲继续旅行合同吗 能不能 不能 因为甲已经不再是房屋的 所有权人义 旅行不能了 对吧 因此义不能要求甲继续旅行合同 那当然义就可以要求甲赔偿 损失 那赔偿损失 赔偿的是两个损失 第一个叫实际损失 第二个叫可得利益损失 好 先看实际损失 他装修花了三万块钱 你告诉我赔 还是不赔 赔 当然赔 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第二个叫可得利益损失 房价涨了 比如说涨了十万块钱 那你告诉我诸位 这个时候可得利益损失 十万块钱赔不赔 原因原则上应该赔 对吧 可得利益损失 对吧 那这个时候假说 行没问题 对吧 我赔给你十万块钱 可得利益损失 对吧 我把房子卖给饼 我就想到这样子的一个后果 明白 所以假说行 我就赔给你十万块钱的 可得利益损失 再加上实际损失多少 十三万 对不对 但是这个时候假说了一句话 假说 我把房子交给你 对吧 然后呢 你其实呢 你这个装修啊 是小小装修 你已经住进去了 你已经住进去了 假设三个月了 你住进去三个月了 市场价租金三个月 大概是三万块钱 那么你告诉我 周围 你在这里获得利益了 我可不可以主张 损益相抵 我就抵消个三万块钱 告诉我 可以吗 可以 明白为什么 他是这个意思 所以看这句话 也对方违约获得利益 违约方有权主张 从损失赔偿而中 扣出该部分的利益 那就解决了 好 所以到现在为止 你们感受到了 赔偿损失计算的难度没有 如果是在一个实践的合同当中 对吧 对方违约了 你要求他赔偿损失 赔偿什么损失 第一个叫实际损失 第二个叫可得利益损失 然后这里的实际损失 加上可得利益损失 要受到以下五大规则的限制 第一个受到可预见规则的限制 第二个受到什么 减损规则的限制 第三个受到双方违约规则的限制 第四个受到 与有过失规则的限制 第五个是受到 损益相抵规则的限制 明白没有 所以这个计算难不难 太难了 好 诸位 你是律师 你是律师啊 将来如果你让你的客户 在这里算算的乱七八糟的 对吧 你也烦死了 OK 那你告诉我 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对了 你们在起草合同的时候 直接约定违约金 说有这种违约行为 承担多少的违约金 有那种违约行为 承担多少的违约金 那就搞定了 这样子就免去了 这种计算的难度 明白没有 好 所以你们就进入违约金 违约金必须有约定 如果你们之间签订合同 你做一个律师起草合同 连这一点都做不了的话 那这个时候没办法 只能要求赔偿损失 赔偿损失 那这个要计算 这个计算太难了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违约金 那对于违约金的成立的话 首先必须有有效的合同 如果合同无效 那当然主张的就不是违约责任 那是什么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 那第二个 有违约金的条款 没有违约金条款 只能要求赔偿损失 对吧 第三个 必须有违约的行为存在 好 对于违约金的调整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情况下 可以要求增加违约金 什么情况下 可以要求减少违约金 看这看这看这 不用看讲义 我们来理解一下 请听这里 如果现在贾和以之间 签订一个合同 签订一个合同 然后接下来 如果因为其中一番违约 造成损失10万块钱 记住 损失多少 10万 那么造成损失 如果是10万块钱的话 这个时候请听 预定的违约金 如果计算下来 比如说1%或者是多少 预定的违约金 算下来 现在是8万块钱 可不可以要求增加 就你约定违约金 约定少了 对吧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那约定违约金 才8万块钱 但实际损失是10万块钱 可不可以要求增加 可以 没有任何问题 增加到多少 增加到实际损失的额度 就这么简单 因为违约责任是民事责任 民事责任是填补功能 还是惩罚功能 填补 对吧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就可以要求增加 增加到损失的额度 10万块钱 再听 如果实际损失是10万 然后约定的违约金 是12万 可不可以要求减少呢 可不可以 实际损失是10万 约定违约金是12万 告诉我 可不可以要求减少 可以吗 不可以 因为没有过分 高于造成的损失 什么叫过分 高于造成的损失 要高于损失的30% 也就是说损失是10万块钱 要高于13万 才可以要求适当减少 比如说 你约定的违约金18万 而现在实际损失10万 那么这个时候 就可以要求适当减少 明白吗 OK 要注意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237月增加违约金 和减少违约金 第一的话 增加违约金 约定的违约金 低于造成损失的 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 可以根据当时的 请求预计增加 对吧 只要低的 可以要求增加 那高的一定要什么 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话 才可以要求适当减少 所谓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一定是高于损失的多少 30% 那才叫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要注意一下 如果10万的损失 约定违约金才12万 不好意思 那就12万就行了 明白吗 所以有了这个法条 你觉得你会在将来 约定违约金的时候 你是往高里约 还是往低里约 往高里约 OK 所以那个时候 很多人约定违约金 都相对而言比较高 一般来说 都可以要求适当减少 对吧 但是你会发现 我们的法条很有意思 怎么减少 适当减少 一定会减到10万吗 那不一定 适当而已 很有可能18万减减减减 减到13万 他就不减了 对吧 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很简单 在实践当中 这个真真真真损失多少 太难确定了 明白没有 所以很多人约定的违约金 会比较高 OK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第三句话 请求调整违约金的方式 来了 诸位 这个时候是民法和民宿的结合 我讲一下 怎么去调整违约金呢 首先 当神一方通过反诉来请求调整违约金 可不可以啊 可以 那通过看变的方式的主张也是可以的 OK 请求人民法院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调整违约金 当然支持 对吧 对方以合同约定 不得对违约金定调整 为由主张 不予调整的 经过审查 不调整的话 会导致显示公平 那当然这个主张就不支持 简单来说就是 你还是可以请求调整 对吧 那违约金过高的话 特别不公平 你永远记住一个点 民事责任 这个赔偿是填补你造成的损失 如果你违约金过高的话呢 这个时候当然会导致显示公平 明白没有 好 这是关于 第三 那么第四 举荐责任 那举荐责任的话很简单 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非违约方主张约定的违约金 第一 违约造成的损失 请求增加 或者是违约方主张约定的违约金 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请求适当减少的 就是谁主张 谁举荐 就那么简单 对吧 好这是关于违约金数额的调整 民法和民宿 那我就讲到这就可以了 再深入的 那这个时候等你们学完 民宿法再回头看一下就可以 那最后一个点 违约金跟定金和继续旅行 告诉我诸位 违约金跟定金能不能并用 违约金和定金是不能并用的 为什么不能并用 我待会讲完 再给你们讲一个表格 239页这个三金关系 再给你们详细介绍 就是定金 违约金 损害北场金 能不能并用的问题 待会我讲这个表格 你们就非常清晰了 好 这是关于违约金 搞定 那么第四个违约金的承担方式 那就是采取补救措施 什么叫采取补救措施呢 看这里我给大家指个例子 比如说 我跟你之间签订一个买卖合同 你把冰箱卖给我 然后发现这个冰箱坏了 怎么办呢 你交给我的时候 这冰箱就有问题了 我可不可以要求你修理啊 可以 要求你退货行不行 行 对吧 好看一下补救措施有哪些啊 看一下238页 补救措施的形式 作为违约责任形式的补救措施 包括第一个修理 第二 重做 第三 更换 第四 退货 第五 减少价缓 或者是报酬 比如说 你把这个冰箱卖给我 我发现这个冰箱有点问题 对吧 那有点问题的话 我也不愿意退货了 对吧 我就说了 本来是3000块钱的 你这里有点问题 这个门有点问题 我说也差不多了 你给我减少价缓 减少个500块钱 你也同意了 行不行 行 没问题 对吧 好 这就是关于补救措施 来了 诸位 如果请求修理等等 这些补救措施 还不足以弥补 造成我的损失的 我能不能要求赔偿损失 可不可以 可以 记住 补救措施和损害赔偿 可以并用 补救措施跟损害赔偿 可以并用 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好 你看一下 补救措施和损害赔偿 并用就是第三句话 当时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 或者是履行合同义务 不符合约定 在履行义务 或者是采取补救措施之后 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 当然就应当赔偿损失 他所有的这个点 都围绕着一个理论来展开的 这个理论就是 违于责任 它的功能在于填补 而不在于惩罚 明白没有 就填补你造成的损失 好 这是关于补救措施 比较简单 那么接下来 最后一个叫定金责任 那定金责任的话 在这里的话 我们来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关于定金法则 OK 告诉我这个定是哪个定 确定的定 那是确定的定 不是言字盘那个定 好了 那么在这里的话 关于定金 是合同当身 为了确保合同的履行 依据法律规定 或当身约定 一般来说是约定的定金 法律规定的比较少 OK 有当身一方 在合同定律的时候 或者是在合同定律之后 履行之前 按照合同标的额的一定比例 预先交付给对方当身的金钱 或者是其他替代物 那叫做定金 那么对于定金的话 这个时候它的成立和效率 我们来看一下 定金的类型 我待会再讲 我们先看一下定金的成立和效率 首先它是重合同 定金是担保的一种 所以它是重合同 所有的担保都是什么 重合同 OK 比如说 我跟假公司之间签订一个买卖合同 对吧 交三万块钱的定金 定金是一个重合同 OK 而且我告诉过大家 定金是实践合同 还是诺称合同 又忘记了 四大实践合同 把那四大实践合同告诉我 第一个是 保管合同 第二个是 借用合同 第三个是 定金合同 第四个是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所以我跟你之间签订一个买卖合同 然后呢 我们双方约定要交三万块钱定金 我现在只交给你一万块钱定金 告诉我诸位定金在多大范围的权利 一万 因为定金是什么行为 实践行为 实践行为就是 给钱 给三万块钱 那就三万块钱定金成立 给一万块钱 就只在一万块钱内成立定金合同 明白没有 因为它是实践行为 所以看一下 238页 第一个它是担保 所以处于重合同 那实践合同 要交付的时候才成立 那么接下来定金的数 我注意一下 定金不得超过组合同 标第二的多少 百分之 二十 所以如果甲和乙之间签订 一百万的合同 定金不能超过多少 二十吧 如果他交了三十万的定金 怎么办 超出了十万 是无效的 可以以不但得力 请求返还 明白没有 好 那么接下来定金法则 定金法则很简单 看这 看这 我们来理解一下 如果甲和乙之间签订 一个买卖合同 已交了三万块钱定金 那交了三万块钱定金 你要注意一下 接受定金的一方 如果违约 接受定金一方违约 那么这个时候 双倍返还定金 返还多少 六万 如果是交付定金一方违约 他就散失定金 这三万块钱 没了 明白没有 就叫定金法则 叫定金法则 定金法则 说实话 大家都懂 大家都懂 只要你学过法律的 很多人都懂 对吧 OK 而且呢 没学过法律的 很多朋友也懂 特别是干销售的朋友 基本上都懂 我给大家讲一个案例 就是当年呢 我去CS店看车 我去CS店看车 走进某个CS店 奔驰的CS店的时候呢 其实说实话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奔驰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比较大众化的汽车 什么奔驰宝马 这些对吧 满街都是的 对吧 不是很喜欢 我比较喜欢小众一点的汽车 但是没办法 就走着走着 就进去了 那个奔驰的CS店 去的时候呢 我看了其中一款车型 感觉还是可以的 对吧 就有点点那么意思 但是也没那么的强烈 销售一看 就看出我的心态 他说先生 你可以下个定金 我说定金也行吧 然后我说了一句话 我就问了一句话 我说你们 多久可以提车 就什么时候可以拿车 对吧 他居然给我来了一句 他说半年 我说疯了 我买辆车 我还要等你半年 我才能够提车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准备 我不想买了 对吧 接下来他悄悄跟我说 你只要交定金 有车我就让你提 其实奔驰就是在搞什么 饥饿营销 对吧 所谓的饥饿营销 说很多人买我们的车 啥啥啥的 对吧 OK 一看我们就知道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说也行吧 对吧 那交定金交多少钱 对吧 他说你至少交个 一万块钱定金 那一万 我说一万就一万 OK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拿着一个本子过来 对吧 准备给我写个收据 写个一万块钱 对吧 这个时候我直接拿过来 我来写 对吧 你告诉我 我自己来写 你觉得我写定金 我会写哪个定 你觉得我会写确定的定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想着 如果我不买了 如果我一不买的话 这一万块钱就没了 对吧 因此我绝对不会写确定的定 因此呢 我就写着定金 盐字旁那个定 我写盐字旁的定 就是一万块钱 但是呢 我又担心将来出事 对吧 因此我后面画一个括号 写着 如果我不买了 你要退给我一万块钱 他一看懵了 对吧 他一看懵了 他说从来没见过这种人 OK 然后他都说不行 先生这个定字写错了 我说没错 就是这样子的 就没错 就是这个定字 对吧 然后写了括号 之后他说 好像不能这么写 我说我就这么写了 对吧 他说 那这样子要问一下他主管 他就进去问他主管了 这个时候你觉得 谁在谈判上具有更好的筹码 我 我还没决定买不买呢 对吧 这个时候大不了 你如果不行的话 我就干嘛 我走人了 对吧 我就不在你这家店买 我在其他店买行不行 行啊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就问一下他主管 出来的时候呢 说行 可以 没问题 对吧 没问题 那就签吧 我就给他一万块钱 确实是我的原因 过了一段时间干嘛 我还是不喜欢奔驰 那最后打电话给他说 我不买了 你把钱退给我 退不退 那当然退啊 他敢不退吗 对吧 但是奔驰 毕竟是奔驰啊 他退这一万块钱 给我搞了一个多两个月 接下来扣了我50块钱的手续费 那这50块钱就算了 OK 但是在这里的话 你会发现销售的朋友 他们都知道写哪个店 确定了店 对吧 就是定金法则 OK 好 我们就解决了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一下238页 对吧 定金的类型 比如说 违约定金 利约定金 成约定金和解约定金 了解一下 这些定金的类型 但是你永远记住 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定金法则 如果接受定金一方 有根本违约 那干嘛 双倍返还定金 然后呢 交付定金一方 根本违约 那这个时候就散失 定金 对吧 当然定金不能超过组合同标的额的20% OK 再看 违约金如果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可以要求适当减少 那什么叫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啊 那是高于什么的30% 损失的30% 记住 一个是损失的30% 一个是合同标的额的20% 这是不一样的啊 要搞清楚 仓照标准不一样 好了 那么掌握了这些考点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三金的关系 定金 违约金和损害北产金 看这里啊 很多人看着三金的关系 就在那里死记硬背 我告诉你 有什么好背的 你理解了就解决了啊 看一下这啊 请听 违约金它太特殊了 我们以违约金为中心 来进行展开 违约金非常特殊 如果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 可以要求增加 那要求增加就能够解决问题了 民事责任主要功能在于填补功能 能够完全填补 不就搞定了吗 对吧 那接下来再听 违约金如果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话 可以要求适当减少 好 来了 诸位请听 第一个考点 违约金跟定金能不能变用 你首先考虑违约金 违约金的话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低于造成的损失 就可以要求增加 增加已经足以弥补你造成的损失了 还能够要求定金吗 不能 如果你要求定金的话 就相当于双倍的惩罚性 违约赔偿了 对吧 而我们民事责任主要功能在于填补 而不在于惩罚 因此违约金已经足以解决问题了 所以违约金跟定金不能变用 明白没有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再看 违约金跟损害赔偿金可不可以变用呢 就违约金 再加上损害赔偿 可不可以 请听 违约金如果低于造成的损失的话 就可以要求增加 增加已经足以弥补你造成的损失了 还能够加上损害赔偿吗 不能 如果你再加上损害赔偿 也是相当于双倍的惩罚性 惩罚的对吧 民事责任主要功能在于填补 而不在于惩罚 所以在这里你就会发现 违约金跟其他两金都不能变用 就违约金跟定金不能变用 违约金跟损害赔偿金不能变用 因为违约金太特殊了 它就是它自己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明白没有 它有增加的功能 然后再看 定金跟损害赔偿金能不能变用 定金 如果你适用定金罚则 双倍返还定金 或者是没收定金的话 如果还不足以弥补造成的损失的 这个时候民事责任主要功能在于填补 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 定金有没有增加的功能 没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定金罚则 还不足以弥补造成的损失的 再加上损害赔偿 并用告诉我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并用不能超过损失的总额 为什么不能超过损失的总额 因为民事责任功能在于填补 明白没有 所以就搞定了 这三金关系不是出来了吗 你需要记吗 我再说一遍 以违约金为中心来进行展开 违约金已经弥补造成的损失了 对吧 所以在这里的话 违约金跟其他两金都不能并用 违约金跟定金不能并用 违约金跟损害赔偿金不能并用 然后其他两金就定金和损害赔偿金 他们两可以并用 但是并用也不能超过损失的总额 搞定了 懂了没有 好 这就是关于我们三金的关系 那就解决了 OK 做一道题 239页 假公司乙公司签订一份手机的买卖合同 然后约定假公司 供给乙公司某型害的手机 1000部 每部单价是1000块钱 总共多少 合同标的额多少 会算吗 100万对吧 好 乙公司支付定金30万 定金30万 100成20% 那这个数 超过20%的部分 10万块钱就是无效 定金只有多少 20万对吧 20% 好 任何一方违约因 向对方支付合同总价款 30%的违约金 好了 有约定定金 也有约定 违约金 违约金和定金能不能并用 不能 合同签订之后 乙公司向假公司给了30万的定金 定金是实践合同 人家给了 请问一下 定金合同成立没有 成立了 在多大范围的成立 20万 超出了10万块钱 属于人不但得利 好 那么并将这批手机 收给 转售给秉公司 对吧 每部单价是1100 对吧 从中就赚个100块钱 那这是我们的 所谓的中间商 只没有假公司 直接交付给秉公司 但是假公司 没有按照约定的期间交货 官爷返还定金和支付违约金 以公司向假公司提出请求 下列表述是正确的是A 我们来看一下 请求假公司 双倍法官定金 你告诉我 双倍法官定金是多少 40万 对吧 因此A和B是错误的 C和D可能是 就是A和C是错误的 B和D才有可能是正确 那么接下来 并请求支付违约金 还是或者支付违约金 或者因为定金和违约金 不能并用 因此这道题 正确答案是D 就那么简单 对吧 好 但是我改一下 如果你是律师 如果你是律师 在这个案件当中 在这个案件当中 你主张什么 你是主张定金 还是违约金 你主张哪一个 对你的当事人最有利 利益最大化 你主张定金 还是违约金 告诉我 主张定金的举个手 主张违约金的举个手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主张 首先我们先看 主张定金 如果主张定金的话 就双倍返还定金 就是20万乘以2 就是多少 40万 双倍返还定金 那这个手就拿回了多少 40万 那拿回了40万 那里还有10万块钱 拿不拿 你给了30万定金 对不对 你给了30万定金 有20万是定金 还有10万块钱 是不当得利 对吧 因此这10万块钱 也不当得利来返还 对吧 因此双倍返还定金 那就是40万 再加上10万 拿回多少钱 50万 拿回50万 明白什么 OK 这是你主张定金 你主张定金 就不能主张违约金了 接下来再看 如果你主张违约金 看一下 如果你主张违约金的话 100万成员30% 那是多少的违约金 30万 那是30万的违约金 对吧 还能主张定金罚则吗 不能 你不能主张定金罚则 但是你是不是给了他 多少钱的定金 30万 那这30万就要求 返还不当得利 30万 所以这个时候加起来 拿回多少钱 60万 因此你会主张什么 你当然主张违约金 拿回60万 如果你主张定金罚则 才拿回多少 50万 对吧 OK 那这个时候 你就主张违约金 主张违约金 就是对客户最有利的 对吧 当然有人说老师 客户也不知道 无所谓 对吧 OK 这是240页 我们看一道指导性案例 指导性案例 我还是要讲的 因为它比较特殊 孙银商 宿南京 欧上超市有限公司 江宁店买卖合同纠纷案 那这个案子 也涉及到 极罚性的损害赔偿 就是食品安全法的 其实就是你们经济法的 那个指导性案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案例的裁判要点 他说 消费者购买到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就是买的是 这个过期的食品 对吧 要求销售者 或者是生产者 依照食品安全法规定 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 或者是依照法律规定的 其他赔偿标准 不论其购买的时候 是否明知道 产品不符合标准 法院应当支持 那这个案件是这样子的 不用看讲义 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案件就是 南京有一个人叫孙银商 叫孙某 那孙某呢 就去超市 叫欧上超市买东西 买东西 买10根香肠 10根香肠 500块钱 OK 好了 就不知道什么香肠 10包香肠 对吧 OK 那就500块钱 好了 买完之后 一出来 一出来 马上去到搜银台 说不好意思 这个香肠干嘛 过期了 过期了 对吧 因此你要给我赔偿 多少倍 10倍 500块钱 10倍多少 5000呢 对吧 那超市说我不给 你是指甲买甲 你是指甲买甲 所以呢 我不给你 对吧 你告诉我诸位 简单来说就是 他从那里一买出来 马上去要求10倍的 惩罚性税法 你就知道 他是干嘛 职业假打人 职业打假人 对吧 那职业打假人 可不可以主张 10倍的惩罚性税赔偿呢 如果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话 那是3倍的惩罚性税赔偿 他一看 你觉得他选择什么 其他产品或者是食品 都可以主张3倍 也可以主张食品安全法的 10倍 因为这是食品 对吧 他当然主张多少倍啊 10倍 他当然主张10倍啊 对吧 那你告诉我可不可以主张呢 这个10倍的惩罚性税赔偿 OK 他是指甲买假的 啊 指甲买假 能不能主张食品安全法的 10倍的惩罚性税赔偿 最高院的指导性案例说 可以 可以对吧 那这个时候不管他知道 还是不知道 那都可以主张这个10倍的 惩罚性税赔偿 OK 当然如果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能不能主张3倍的惩罚性税赔偿呢 就必须要求经营者有欺诈 啊 经营者有欺诈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才可以主张3倍的惩罚性税赔偿 OK 那么这一点的话 你们经济法再去理解吧 我在这里就不叫做展开 那时候我给你们要讲一下啊 很有可能民法和民俗法 或者是民法和经济法 就是这么结合来考的啊 就是这么结合来考的 那在这个时候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甘惩的案例 请听 你认为这个经营者 有没有欺诈行为 就你去买香肠过期了 对吧 你觉得经营者有没有欺诈 经营者是不是明知的 经营者知不知道 这个商品是过期的 知不知道 不知道 OK 好 我给你们讲一个常识啊 女同学不要回答 男同学回答 请听 男同学去超市买酸奶的时候 超市的酸奶在柜台里面 有外面的 有里面的 你是拿外面的 还是拿里面的 拿外面的 男的都是拿外面 拿的就走了 对吧 OK 女同学拿什么的 拿里面的 为什么 因为超市经常进行 对这些食品进行摆放 他在外面的 就快过期了 外面的 基本上快过期的 就还有一两天 就过期了 里面呢 里面的是最新的 所以呢 我也不知道 我原来也不知道 后来我发现 确实 对吧 你如果拿里面的酸奶 可能是今天生产的 对吧 你拿外面的酸奶的话 很有可能 还有两天 还有两天就干嘛 过期了 对吧 所以你告诉我 是不是超市经常 对这些产品 进行各种摆放 他知不知道过期 知道 所以理论上 他是知道的 那知道的话 他仍然去卖 这些过期的产品 你告诉我 诸位 他是不是明知的 是 那是不是有欺诈行为 有 那你见没有 OK 所以有些时候 法律的生命在于什么 在于经验 你要主张对方有欺诈 那这个时候 你要举证证明 他有欺诈 对吧 那超市的其实 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摆设 对吧 其实一开始我也不知道 对吧 我也跟很多男同学一样 我去买双奶也是 直接这个呢 一拿就走 后来我发现确实不一样 OK 确实里面的确实是 这是产品的日期 那是最新的 好 那这个案子简单了解一下 好了 这个案子掌握之后呢 我们就给大家进入了 第二 二分编的考点 典型合同 请听 我们来回顾一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合同编 有三大分编 第一大分编是通则 对吧 而合同编通则 我给你们讲过 它本质上是在法 总则 接下来 这个通则 讲完之后呢 就进入第二分编 叫典型合同 就是民法典 合同编的那些 重要的典型合同 要给大家进行介绍 那么第三分编是准合同 准合同是无音管理和不弹得力 无音管理和不弹得力 我已经顺便把它放在 总则 就是通则中介绍了 所以呢 第三分编 我们已经介绍完毕 那现在进入的是 典型合同 那么在进入典型合同之前 我还是要给你们回顾一下 通则的体系架构 我们再构建一下 请听 合同编通则 首先要解决合同的定理 合同定理有四大考点 哪四大考点 告诉我 分别是 要约 承诺 缔约过失和 格式 条款 这是合同定理 合同定理之后 会涉及到合同的什么 旅行 那合同旅行的话 有两大考点 第一个是旅行的规则 第二个是双务合同中的 旅行 看变成 有三大看变成 分别是第一 同时旅行看变成 先旅行看变成 和不安看变成 这叫合同旅行 对吧 那么接下来再听 在合同旅行过程中 有很多考点 在合同旅行过程中 因为双方协商 把内容给变更了 可不可以 可以 或者是把主体给转让了 可不可以 可以 那叫合同的转移 合同的转移有三大制度 第一个仅仅是权利的移转 那叫 债权转让 第二个仅仅是义务的移转 那叫 债务承担 第三 权利和义务一并移转 那叫债权债务单 概括移转 对吧 这叫合同的变更和转移 第三 再听 在合同旅行过程中 因为 请听啊 因为某种事实的出现 会导致合同权利和义务的 终止 那合同权利和义务的终止 有以下内容 那是属于合同权利和义务的终止 哪些是属于合同权利和义务的终止 第一个是把合同给 解除 第二个是 清产 第三 抵消 第四 提纯 第五 免除 第六 混同 还有前身 变更 都会导致合同权利和义务的终止 对吧 最后 那这个时候 如果在合同旅行过程中 有一番违约的话呢 就要承担什么责任 违约责任 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 有五大承担方式 分别是第一个要求他 继续旅行 第二个是赔偿 损失第三个是 支付违约金 第四个是 采取补救措施 第五个是 定金 当然我漏了一个交 合同保全 在合同旅行过程中 因为家务人的原因 损害在权人的在权 那么在权人有保全的权 有两个制度 第一个交 代表全第二个交 一见没有 所以回去 你们要把这个 通责的体系架构 给构建起来 你告诉我诸位 你们在学习 通责和学习分责 你觉得哪个更加重要 通责 通责讲完之后 就可以用通责的理论 去分析分责的内容 明白没有 好 那么通责讲完了